男观众 他就去找我说要加我的微信 我当时就觉得 哇 他肯定是嗅到了我灵魂的香气 我当时特别开心 我就加了他微信 回到家他就跟我聊说 姐姐你好我是高中生 你接家教吗 还挺他妈有礼貌的 但是我真的不能理解 你说如果不是因为主持人介绍了我是北大的 我这个脱口秀演员 在台上得演成什么样才会让观众觉得 我要上他的课 对吧真的很奇怪 而且我发现很多演员对我这种选择也很不理解 就我们有一个演员叫王敏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 他之前有一次就跟我聊 他说子澹我跟你说 我要是有你这个学历我就不干这行 我说你看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学历 所以我想干嘛干嘛 我当天高考的时候 都是新疆的高考状元 但是说实话当年啊 新疆怎么啦 新疆有很多考生好吗 对就新疆的高考状元 然后但是我当年出分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开心 为什么啊 就我当年还只是一个18岁的少女 但是我当时就知道 我的人生已经提前走上了巅峰 我觉得我这辈子不管多努力 都很难有比高考状元更牛逼的成就了 所以什么概念啊 就是从初分那天开始 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年不如一年 一天不如一天 一会不如一会 直到现在站在这儿给你们讲通口秀 还要因为新疆被嘲讽 太难了太难了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要在生活中自己去给自己找一些开心的事情嘛 比如刚才那个Rocky提到那个中国有嘻哈 我想到我之前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也看到里面有一个来自清华的选手叫多雷 然后当时他也声称自己是新疆的高考状元了 我就非常好奇 真的就是因为我真的不认识他 不是就你们真的你们知道就是状元也是有一个圈子的你知道 新疆的状元也可以进这个圈子 但是他没有在里面 我就很好奇 我就正往去查 我就发现多雷他是一个蒙古族 你们知道蒙古族意味着什么吗 加分 对 他在我们新疆高考 能他妈加五十分 我作为一个没有加分的人 我就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发微博 我说多雷加五十分 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状元 但我没想到啊 有一点 人家有粉丝 当时就有亚群他的粉丝到我微博上面来疯狂的攻击我 而且他们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他们就跟我说 你就是酸 有本事你也考个状元呀 真的朋友们 我刚刚刚好出分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人来祝贺我 我真的特别开心 然后从那天开始啊我就找到了这个玩法 每当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拖折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我就去找多雷的粉丝碰瓷 真的很开心 但然后前两天我要参加一个演出 那个演出呢我们需要把稿件提前交上去去审核 然后审核的时候刚刚那个段子就没有过 他说你最近这个高考公平的事情闹得比较就是沸沸扬扬 所以你不要说多雷是因为蒙古族加了50分 就你可以说加分 但你不要说少说民族什么的比较敏感 我说那我怎么说 我一查发现多雷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加了50分 别说我这个竹子 谢谢大家